現在的學校午餐使用的食材 已經高達9成3 而且這個9成3裡面 都是有所謂的三張1Q 都是在地的食材 所以我們都可以確保校園的部分 來使用國產的在地食材 使用國產在地食材 可以創造山營 可以讓小朋友吃到健康 新鮮的一個國內的農產品 也可以讓農民可以直接來 提供給我們的食材午餐的食材業者 也可以讓食農教育大幅的往前走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請大家不用擔心 那第二個部分裡面 食農教育法現在在立法院 應該會在這個會期通過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地產遞銷 所以在面對這樣的一個 國際環境的變遷跟挑戰的時候 我們還是呼籲所有的消費者 可以盡量的來購買 我們的國產的農產品 有關日本食品的部分 其實是有三道的把關 第一個 胡島五線的食品 他如果要進來 他在日本 他就要準備雙震 包括產地證明跟輻射安全證明 這是第一道關卡 第二道關卡 這些的雙震的產品 在邊境裡面 是百分之百的逐批抽驗 而且這逐批抽驗的結果 每天都在衛武部的需要署裡面來公告 按照過去的一個檢驗的能量 一年大概一萬七千多件 即使開放了五島五線的產品 檢驗能量大概會再增加八千件 總共兩萬多件 我們所有國內包括原能會 以及其他的相關的實驗室 有六家可以來檢驗 檢驗的能量高達七萬件 所以這個部分是沒問題 最後再或市場端或是農委會 再針對學產品的輻射安全檢驗 這個仍然持續的在做把關 所以有三道關卡 從所謂的日本到邊境 到國內市場 所以請各位消費者跟團體 大家放心